犯人不是都會量身高還是應該是吧 吉典凱還是說什麼 你蓋滿幾個 你就可以減薪一年還是什麼 完全圍繞了那個監獄在走 我們 思惠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Ruby 我是舞登 現在我們的所在為支持 新店區公所的節日站 今天我們要跟班囉 今天我們就要去試喝 孫安佐的聯邦奶茶 到底好不好喝 還有我們不可以預購孫安佐本人 沒錯 我們一定會做 不那種很真實的評論 現在大家放心 我們現在就趕快 我們現在先出發吧 請 既然婆婆的小吃看起來蠻好吃的 說不定下次可以來的 什麼鬼 我們現在在那個光明街上 全這條路上面 沿著這邊走就大概會到孫安佐那邊了 現在呢我們就是已經 快要到那個Google Map上面 寫的那個顯示地了 希望我們待會可以遇到孫安佐 一開始我就是在Facebook的那種新聞上面 然後就看到他開了新店 然後他就說因為他就是之前在聯邦監獄 所以他就取名為聯邦奶茶 我就覺得天哪這什麼東西也太好秀了 如果遇到他一定要問他 但我們其實也蠻期待啦 因為我們其實平常就蠻喜歡喝鮮奶茶類的 而且他其實又是手搖杯店的店員 所以我們待會就可以好好的給大家意見囉 我看到了 有沒有遇到他 不知道欸 趕快看 拜拜 我們已經到了 我們在這邊 有假的 那有孫安佐嗎 你有看到嗎 沒有 好像沒有 真的假的 欸 可是我聽他們說3點到6點都有機會 來 我們去歐納 好 不好意思 想問你有推薦的嗎 我推薦 這個夏日 我早上是新品牌的 那是什麼啊 我其實就要新品牌的 什麼東西啊 純粹 喔喔喔喔 那我們給你炒 好 我們點這個 今天中間的夏日 去找 奶茶跟奶茶分都一杯 我要奶茶 那我奶茶吃豆腐比較好 那只有種杯 可以調甜度的我們都 去冰為冰 確定要去冰嗎 我去冰啦 我要去冰 好 為冰 都看看自己的汗 你們今天老闆來過了嗎 他剛走 他剛走 他不是通常3點到6點會在嗎 他今天去外産 喔喔喔喔喔 我就知道 我們很吃 然後我們就是點3杯 一個是透奶茶 他的那個招牌 另外一個是奶綠 因為我看到網路上很多人都說奶綠不好喝 剛好今天就超熱 完全適合喝奶綠看看 然後還要點了 他比較不一樣的是果汁氣泡水 夏日玉藻 現在要試的是 綠奶茶啦 如何 因為我想像這麼好耶 你原本預設是 多啊 原本預設就是比較 粉感一點 但是還好 沒有 我感覺到很粉感 那應該是用鮮奶吧 都有 他加了奶粉跟鮮奶 看吧 真的是比預期好耶 欸我們不是預期很糟喔 你們這樣好壞喔 反正無糖我覺得還滿清爽的 因為我們兩個平常自己都喝無糖 然後我們都是喝鮮奶茶 但他這個是有加奶粉 讓他的奶味更濃一點 但不會到很膩啊 它是算奶味比較重 它茶味 好像沒有很甜的 好像沒什麼茶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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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什麼茶味喔 好像沒什麼茶味喔 隱冰室跟這個人有比較好味 蠻笑的耶 你那這品質滿高的耶 但是隱冰室的那個綠味 可能又更厚一點 我覺得他一剛開始奶味比較重 然後喝到後面茶才會比較明顯 但他還是有甜度的感覺 就是大家可能不要用那種 原本想像的那種無糖 因為我們有時候喝無糖 就是很清爽的那種口感 他比較不像 他比較像是濃厚的那種感覺 嗯 而且應該講說原本牛奶 他光泉好像是不是就會有一點甜味 嗯 對 而且他又有加奶粉 所以就味道又會再更厚一點 現在是我們的第二杯 就是他最招牌的那個 聯邦厚奶茶 我們是點三分點 它的後奶尾巴都會有一股甜味回甘 可是我覺得要看有的人可能會不喜歡 像我嗎 好奶茶 嗯 比剛剛那個的茶味算重一點啦 然後但他又更濃 嗯 我覺得有點不太適合夏天的我啊 因為夏天的時候大家通常都會講求 希望喝一點比較清爽的口感吧 所以有些人會夏天的時候就喝鮮奶茶 然後他可能冬天才會喝那種蒸奶之類的 有些人啊 個人的口感吧 然後我自己的話也是那種 夏天我就會喝鮮奶綠啊 然後冬天我就會喝鮮奶茶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你夏天 如果你就是一整天坐在冷氣房裡面 然後你要喝酒就比較適合 不然這邊超熱的 那你自己比較喜歡這個還是剛剛那種 如果說今天的話 今天實在是這裡實在是太熱了 我要投給無糖維冰的奶綠一票 我要再試一次 我不用試 他雖然有甜其實也還蠻好喝 但是今天天氣太熱了 我會比較喜歡這個無糖的 這個就是比較清爽一點 然後這個呢就是比較又濃厚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平常就是像我們一樣喝口味比較淡的人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兩杯都是滿厚的 其實兩杯都滿好喝啦 他就是奶味比較重 但如果你是一個平常就是喜歡喝那種 沒什麼味道的那種鮮奶茶的人的話 你就不太適合這個 因為他可能會讓你覺得好甜喔 所以這個無糖也很甜 他無糖可是他有他本身的那些奶粉啊 或者是他的牛奶的甜度 所以他不是那種那麼無糖的感覺 我們要來喝第三杯了嗎 來吧 現在我們要來是夏日玉鑿 我們來咬一下 他現在是很像健身感 在鏡頭後片的我瑟瑟發狗 好好好 可以甩出來嗎 好來喝囉 他剛剛是一整罐的那個流程其實壓下去 欸不錯欸 不會很甜不會很甜 網美飲料的那種漸層感 蛤因為我自己會覺得有點像果汁加水欸 我們來喝喝看 辛苦我們的腸子 我們來看看下半身就好 怎麼樣 果味可以再濃一點 啊 我知道他是不是果汁 他原汁的比例不夠高 對因為他就是有一種就是 像喝完咖啡然後把水加進去 喔對對對 因為我剛剛是青年看著他做的 所以他確實是就是加了一整罐的 果汁 這是不需要懷疑的 但是我會覺得 口味的話就很像果汁加水 剛剛就是那一瓶流程汁之外 他們可以再加一點零碧汁下去 喔~~ 酸一點的吧 因為我在家也會做這個 我們的場景真的不錯 你喜歡嗎 我自己是還好 因為我平常就是奶茶派的人 果汁的話我會比較喜歡 就直接去果汁店買 今天我覺得整體的話 很適合喜歡奶味很重的朋友 對 如果是夏天的話 大家就可以喝奶綠 冷氣房的話可以喝奶茶 我原本想說會不會遇到孫安佐耶 這個沒有 實在是太失望了 因為原本看到別的Youtuber做的時候 他們就是說大概3點到6點 然後剛剛那個店員就說什麼 他剛剛走 會不會其實孫安佐根本都不常來 然後他每次都說 沒有啦 我每次都說什麼 欸他3點到6點來 上次他們來不是他也是說他去外送 那我們現在3點來他也說他去外送 對他之前是有看到他 去凡谷他們家的工作室 就是親自外送 所以也許他就是他們家 不是啊 那如果是外送 外送完一個外送員的基本配備 應該是要回到自己的店吧 因為他去老闆啊 你們不要這樣 安佐你聽到了嗎 我們想要見你 但是沒關係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主要是想說 帶大家來喝喝看看奶茶 我比較少喝路邊攤 那種小攤販的奶茶啦 我可能會去選那種手搖店 但我覺得他是 比我想像的還要好 但是可能還是不太符合我 平常我自己啦 是因為我自己喝清爽感嘛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會是稍後一點的 我自己也是覺得說 這個奶味太重 整體的感覺會覺得比較是 薄酒乳的那種感覺 但我比較喜歡那種茶味比較明顯的 但我覺得他們沒有加香料 就是這樣會選擇那個茶葉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因為他是有奶粉的 奶粉他本身喝起來 本來就會像你剛剛那樣 喝起來比較厚一點的 乳製品的感覺 或者是粉感的感覺吧 之前不是有Costco 一直狂買那種厚奶茶嗎 也許會是買厚奶茶的人 可以來喝喝看 也許就會很符合他們的口味 因為我本人就是不喜歡 喝Costco厚奶茶那一派的 對我也是 我是清爽派的啦 今天就是大概帶大家來喝喝看而已 然後我們最近也會多拍一點 比較生活的東西 可能教大家怎麼玩 所以如果大家有喝過酸酸酸酸的飲料 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你有什麼意見的話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有沒有更好喝的奶茶 或是我們自己新種那種推薦名單 如果大家想要我們特別拍一集影片 來講我們台北推薦的奶茶 甚至是各縣市啦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下面跟我們講 OK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請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沒錯 還要開啟你的小鈴鐺 然後任何意見就是留言 也可以私訊我們的IG 或是粉專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是Ruby 我是153 我們就下次再一起私會吧 掰掰